但是可能大伙就觉得奇怪了 说这剧本怎么还能边拍边写呢 这话咱们还得回到三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了 1989年初这么一天 这卢晓威在外地拍戏呢 就接到了这个当时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郑晓龙的电话 说你呀赶紧的 你把手头的这些工作 你都放下 回北京你来接一个紧急任务 怎么回事呢 当时这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呢 就接到北京电视台 下给他的一个紧急任务 这个工作 说让他在一年之内 用大概一百万左右的资金 要拍出一部五十级的电视剧 这任务你要一听 这几乎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这个任务究竟从何而来呢 怎么来这么个任务 这还得说到啊 当时中国电视领域的一个 这个实际的发展情况 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电视机拥有量 是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 中国人已经就是摆脱了那种几十个人 在院子里头围着一台电视机 可能看那个历史已经没有了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 在自己家客厅里边 单独摆这么一台自己的电视机 当时结婚不得讲的三大件嘛 彩电冰箱洗衣机 那随着电视观众的增长 中国人对电视剧这个需求 也是与日俱增 看的人多了 那你给人演啥呀 如果要不在一年以内 赶紧拍出来这么一部五十集的电视剧 那接下来的一年 北京电视台 没米下锅了 那卢小薇当时听完赶紧的急急忙忙就回到北京 这时候距离拍摄就剩下不到三个月 他就跟郑小龙说 说拍啥呀 我这着急忙忙回来了 你把剧本给我看看吗 没想到郑小龙告诉他 没剧本 就有一个奇万字的故事大纲 卢小薇当时一听是目瞪口呆呀 你这